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日在基隆火车站南站广场进行 不少民众带着小朋友去施打疫苗 最早的是清晨两点就去排队 现场是儿童BNT疫苗的集中施打画面 许多阿公阿嬷 爸爸妈妈 全家总动员 来到了基隆火车站的南站广场 希望尽早为小宝贝来打疫苗减少染疫危机 基隆市长林佑昌特别到现场来慰问 新口里的疫苗施打医护人员以及家长们 由于担心家长跟小朋友排队排带久会太辛苦 是让骨骸请规划单位提早发号码牌 分半个小时一个时段来施打 让后面的家长们知道预约时段 就可以先去旁边休息 不需要一直站着排队 等到时间到了再来打 那个小朋友的饭塞有没有领 可以到区光所去领 谢谢你 谢谢你你好用心 不是给小朋友用啦 给我们大人用 谢谢你 因为有很多 因为我们大人在外面跑来跑去 其实很多小朋友感染都是大人感染给小朋友的啦 所以我们自己把健康监测一下 谢谢 做得很棒 没有没有没有 用心 疫情大家都很辛苦 对你好用心 不过我们基隆过了啦 我们基隆那个高峰已经过了 今天应该会比昨天人那个确诊数还低 谢谢 不会谢谢你们 大家都辛苦 妈妈谢谢 妈妈开始了开始了 就是考虑到有一些家长 其实在明天上班之后 可能没有时间这个预约 或者带着小朋友到医疗院所打 所以今天早上我们特别有开放的500剂 针对我们基隆市涉及的小朋友 来进行疫苗的施打 那下午的部分 因为其实基隆是一个生活圈 所以很多生活在基隆 甚至是就学在基隆的小朋友 可是他户籍不一定在基隆 所以我们下午的话是开放 不限户籍的小朋友可以来施打 那另外除了在集中施打站之外呢 其实包括我们所有基隆市的医疗院所 也包括十个特约的一个诊所 也可以为小朋友来提供服务 那学龄的小朋友我们原则上是集中在学校里面 来进行施打 那会已经安排好在六月中之前 每个学校各自跟医疗院所来洽谈 施打的一个时间 所以现在也都已经这个规划好 家长的医院书也都已经缴回来了 那学校里面就是照着学校规划的一个期程 来进行施打的一个工作 刚好这阵子在家就是都在家 那打完针的话还可以直接在家 对啊因为我不知道在学校打完之后 到时候是上课还是怎样 那刚好趁这段时间可以在家休息 小孩子有什么状况我们可以要注意到 不用担心说去学校老师没注意到还是怎样 我们自己顾好就好了这样子啦 最主要是这样 不是说不让孩子在学校打 不是 听说今天很早就有你来排队 对啊 没有啦就早上五点多就出来排队 好我们基隆市的这个疫情的高峰 应该是在五月十八号这一天 我们最高的一个确诊数来到两千五百多人 那到昨天为止呢 我们基隆市大概从高峰下来 已经差不多十天的一个时间 所以差不多可以确认 这一波疫情是已经往下面走 而基隆也已经越过这个高峰 那基隆算是全国疫情走的比较早的一个城市 那我们包括疫苗的一个施打 还有包括整个确诊占全市人口的一个比例 都走在比较前面 所以我们现在从高峰下来的话 其实也可以当成是一个指标 在这里来看 基隆有一名七岁男童 5月23号到诊所施打BNT 应该施打0.2cc的儿童剂量 却被打成0.3cc的成人剂量 事后出现发烧想吐甚至胸闷的状况 送急诊后状况稳定 而诊所坦承没有把关好 但都有慰问男童家属 卫生局也说将会督促诊所做好核对工作 诊所大门外贴着疫苗施打时程表 儿童专诊提供幼儿BNT时段 还用荧光笔画了起来 基隆却传出有小朋友不但早打 还打到成人的剂量 学校有发单子 然后学校打的是莫德纳 妈妈想给他打BNT 所以就带他去诊所 因为单子上有写 可是他们现场就是没有问 打完回家诊售才打电话来 他就是一来就是他要打疫苗嘛 那我们就在检查上面 就是被他闯关都要没有把关好 原来这个月23号 家长带着七岁男童 到诊所接种BNT疫苗之后 当天出现了忽冷忽热 想吐发烧症状 24号稍微缓解 但25号又胸闷不适 紧急送医治疗 还好状况稳定 误打的情形发生的时候 第一时间其实诊所 已经有回报给我们 所以我们也有在做掌握 那后续的话 据我们了解是 诊所在第一时间 其实已经有告诉家长 其实是有误打的状况 那后续他医事也很负责任 然后大概每天就是会 早晚都有关心一下 我们小朋友的状况 那到目前为止 小朋友的情况 其实是OK的 那另外当然我们针对这个事件 我们也有请诊所的部分 必须要加强去检视他的一个 整个预防接种的 就是等于接种的一个流程 所以我们也是有请他做一些检讨 希望这样的事情不要再发生 我诊所我当初一发现之后 马上就开始追踪他的状况 然后还到他家去 帮他做一些诊疗 帮我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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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全部把他检查过 然后随时都来追踪他 隔天我就协同我们张院长 张议员一起前往家里 做探视跟关心 那当下家属是说 小朋友 我们当然有看到小朋友 也在家里 那当天的礼拜一的晚上 施打后是有点发烧 也烧到大概37度 然后也有想吐啊 噁心 其实这基本我们打疫苗的症状 他都有 那在前几天 当然前几天 前几天家属也有说 小朋友不舒服 胸闷 我们也是建议趕快 再到长庚去做急诊 当然现在没有事情 我们会持续追踪跟关心 我们主要是 以小朋友的关心为出发点 疫情当下大家都很辛苦 但是我们也希望市府 在资讯的宣导上 能够加强 不管是宣导给家长 学校 或者是社会大众 我希望可以再加强宣导跟监督 这件全国第一起 儿童打到大人计量事件 还好男同目前都没有大碍 诊所事后积极处理态度 强调不会再发生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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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特地结合基隆市不动产仲介经济商业同业工会 捐赠了2500个N95口罩给卫福部基隆医院 感谢并力挺一线的医护人员 新冠肺炎疫情依旧严峻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林佩祥特地结合基隆市不动产仲介经济商业同业工会 捐赠2500个N95口罩给卫福部基隆医院 并且亲自协助搬上医院的车辆 感谢力挺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那我们也经过我们理监事会 同意通过以后来做这一次的公益 我想我们医护人员在第一间都真的是蛮辛苦的 那未来有机会的话 我们还是会继续的减诊 谢谢 布立医院跟长庚医院 还有其他两家医院 是我们这次针对新冠病疫情的最前线 要是说他们没有足够的子弹 没有足够的医疗耗材 来去面对疫情的话 我认为可能我们全体基隆市的确诊率 会再高5% 所以那个时候就很急的 然后高理事长一句话不说 会话不说马上就动员所有不动产仲介工会的好朋友 有钱出力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的来帮我们把这个口罩 再多凑足2500个 对于副议长林沛祥的力挺代表 收下N95口罩的布立机隆医院人员满心感谢 机隆医院那很感谢我们在地的服务 也得到在地两位副议长 还有那个不动产仲介的高理事长 还有一些好朋友 大家愿意培养 陪着我们一起为我们在地的一个 我们大基隆的乡亲一起做最好的服务 也希望在这个防疫的路上 大家一起努力加油 谢谢 面对严峻的疫情 副议长林沛祥呼吁各界一定要挺住 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共同防疫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淡然百年三进 跨县市平台在台北举办了会师记者会 为6月4号台湾步道日宣传 金融市政府也邀请大家在6月10号到19号到基隆 参与城市博览会 同时还可以搭配一趟暖暖跟七度的双城游 这边走到基隆哦 基隆你说什么会从上去走到 大米兰 我倒是三条线 北线 北路 东路 南路 那是从我们这边开始 那其实北路跟中路是从软软 软软山坡 因为以前船是从淡水 然后淡水河到基隆河 一直到软软 所以软软那个地方也叫过港 以前要过基隆河叫要跪港 要过那一个港 所以现在还要过港路 软软然后宜兰 然后从软软走平溪到扩赖一直到外澳 这个是中路 他可以走到宜兰实在太酷了 太酷了 以前公路没有 没有 基隆市政府林永发副市长 在会诗记者会中表示 淡然百年山境 在基隆的路段虽然不长 但是却是北路跟中路的起点 相当的关键 因为在这个地方 它的出产里面 包括很重要的早期的 我们衣服的染料大金 那边出产的茶叶 出产的煤矿 也是透过这个的地方 然后用船运输出去 人民的需要的生活用品 也是用这边运进来 然后这边要跟宜兰这边的串联 其实就是从软软 然后经过我们的时分 到扩赖到外澳 那这一段也是北中南路里面 人民生活最常用的一个古道 而常年参与步道的志工 也都起聚一堂 宣传这个台湾步道日 希望大家一起来爱护台湾的美丽山林 我们这几年其实除了在推广淡兰古道之外 我们在暖东峡谷也开始推动手作步道 跟千里步道协会一起往前推动 手作步道是什么呢 它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 其实就是天然步道零损失 水泥步道零成长 近年来基隆市政府把暖暖跟七堵 发展为北台湾自然生态 跟休闲农业的顺地 而今年将借由台湾步道日 城市博览会 日本地结国际游移步道 以及亚洲步道大会等四大顺势 把暖暖跟七堵双城旅游 推向国际 那6月10号到19号 我们希望疫情能够降载 那我们基隆将准备举办城市博览会 那这个时候也特别真实的欢迎 大家到基隆来走走 另外观光及城市行销处的 曾志文处长也强调 市政府今年会以主题游城 来推广暖暖跟七堵旅游 目前已经整合规划 六条淡染百年山境暖暖型 跟漫游百年小城七堵型的旅游路线 并且有电子旅游手册 希望借由推广活动 来带动暖暖七堵区域观光的发展 那我们也出了一本 这一个淡染百年山境暖暖型 那也就是借由这一个淡染古道 跟暖暖这一个的老街 在早期发展 这边有很多的文化民俗 而且有很多的自然的景观 那我们借由走这个步道 可以体验在这边整个的自然生态 那我们也希望大家有空 来我们的淡染古道的中段起点 软软 来这边踏青 记者黄日升 基隆报道 你的设计我觉得 怎么这样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网上只能这样了 不能这样 那就换中家宽屏吧 中家宽屏 国际认证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家宽屏 基隆在您的心目中是什么模样呢 您如何在新许的蛛丝马迹中 发掘这一座港城所发生的故事 您想透过什么不一样的方式 描绘出基隆这一座城市崭新的发展 美丽基隆影片征选季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卖入第五届哦 分为影片征选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45万4千元 还在等什么呢 赶快来参加吧 详情请查活动官网 将在6月10号登场的2022基隆城市博览会中 海派浪漫光雕秀将再次回归 这次特别加入色彩屋周边五所学校 学童创作的作品 成为光雕秀展出的一部分 金融市政府也邀请全民一起参与创作 在截止日6月9号前 预计募集200件作品 化作光雕秀的内容 让民众一同展现自己的梦想 2022海派浪漫光雕秀部的部分内容 抢先曝光 这项以镇冰渔港色彩物为画布 在2020年首次登场及造成轰动的光雕秀 计划在2022年 基隆城市博览会活动再次回归 除了先前很获好评的金鱼猫咪等基隆元素外 还加入了色彩屋周边五所国小 51班共853位小学生的作品 成为展演内容的一部分 这一次这个海派浪漫光雕秀 我想会延续着以基隆的浪漫的 这一些在地的元素 然后再来做一些创作 那这一次更不一样的是 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一个色彩屋 除了是光雕秀一个很重要的展演的画布以外 我们也希望它是成为市民共创的平台 所以我们这一次特别 也跟在地的小学来做一些合作 包括八斗国小 中正国小 正兵国小 以及和平国小 还有中校国小 总共有五所小学的学生 都跟我们一起来做了 这个创作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所以呢 这些孩童的这样的一个创作的作品 届时也会成为我们在光雕秀展演的时候的 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元素 这种市场方面更扩大邀请全民共同参与 民众只要在截止日6月9号前 到网站下载图画纸进行创作 并将作品寄回主办单位 就有机会让自己的梦想变成光雕秀的节目内容 被大家看见 我有去看过光雕 然后我觉得光雕它弄得很漂亮 然后我又很喜欢画画 我们希望大家踊跃来投稿 那不管是多大的小朋友 我们都欢迎 那这些创作呢 我们也会让它跃上色彩屋的画布 来一起来把这个平台呢 作为市民共创的平台 同时也让大家看看这样一个有活力的城市 那在城市博览会的时候 大家一起来共创共赏 这项全民真稿活动预计将募集200份作品 需要让正宾渔港色彩屋成为共同创作平台 在疫情期间聚集全台疗愈力量 用梦想与色彩点亮集容这一座浪漫城市 记者张旗腾基隆报导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走过34年 基隆市庙口夜市旁的麦当劳宣布停业了 大批的民众不约而同到现场打卡拍照 留下最后回忆 而就在歇业当天 却发生了排队纠纷 引发砍人事件 辖区警察局带到嫌犯 基隆这间麦当劳一整天 人潮不断 不止排队等着用餐民众 还有大阵仗外送车队 就在28号一早 店门外贴出这张公告 让基隆人很错愕 这个告示会 会有点感受 不舍得 对啊 还是会舍不得 不舍不得 均营34年历史 在基隆爱山路的麦当劳 突然在早上贴出公告 表示将在29号晚上熄灯 因此让很多民众不舍 来到现场和他告别 对 就专程过来看他的 看他是不舍得 你在这边工作的这两年 对这个 增加爱山路的 你的感想 就很难 尽管当地人不舍 带麦当劳 尽管当地人不舍 带麦当劳发出声明回应 关键是基隆的 整体商业考量 将在29号晚上 8点结束营业 感谢顾客长久支持 也让基隆市区 只剩下一间店 而就在麦当劳决定席当号当天 却发生了凯仁事件 直接庙口附近的地面 血迹斑斑 清晨5点多 李信男子等三人 前往麦当劳排队购餐 在人山路和王姓少年 发生了插状 双方爆发口角 李信男子竟然拿出了折叠刀 划伤王姓少年 本分局爱山人山路 发生一起打架纠纷 警方后报到场 仅剩下被打的一方 警方立即在现场附近 展开搜索 并在爱山路一处夹花鸡店 发现嫌疑人等 经警方带回派业所询问 一 剧众都伤害等罪 移送基隆地检署正办 经了解 本案戏起因于双方 走路发生碰撞 引发口角 进而产生肢体冲突 警方在此强调 绝不容许街头暴力案件发生 警方将事案的三人带回征讯 依照聚众斗殴和伤害罪 将三人移送法办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导 在少子化趋势下 金融市政府 征选了167名国中 国小及幼儿园老师 其中有54名是属于特殊教育教师 而为了要配合2030年 双与国家的政策目标 这次教师征事将首度加考英文科目 报名时间从6月6号开始到6月9号为止 配合防疫采线上报名 有志从事教职的民众 千万别错过 受到疫情影响 金融市各级学校教师实体与线上 融合上课相当辛苦 因此在少子化的趋势下 金融市110学年度公立国中小及幼儿园 将一举开出167名教师缺额 其中国中为特教育专辅教师 有12个缺额 国小加幼儿园则有9类科 155名缺额 和往年不同 今年教师征事比试部分将加考英语科目 金融市110医学年度 要办理国中老师 国小老师跟幼儿园老师的教师征选 那这一次的征选 国中我们开了特教跟专辅 总共有12个缺 那国小跟幼儿园呢 我们总共开了9类155个缺 那这一次的开缺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第一个我想因应2030年国家 英语国家的政策 所以这一次在初选的一个初试上面 我们都加了英语的科目考试 那占比大概占10%到20%不等 这是第一个跟往年不一样的地方 那第二个就是金融市的八斗国小 是原住民重点学校 那这一次他们学校有开了 一名的音乐专长的教师 所以非常欢迎我们具有原住民身份的老师 来报考 另外在167名教师缺合中 有54名是属于特殊教育教师 金融市政府教育方面表示 目前金融市特殊学生人数大约1000人左右 因此希望透过这一次教师珍视大举提升特殊教育教师合格率 提供学生更专业的教育服务 金融市长期重视特殊教育的推动 所以今年在特殊教育老师的一个开缺上面 国中也会提升到95% 国中也会提升到75% 我想市政府对于合格教师的开缺 会持续的往前走 我们务必达百分之百 可以合格特教老师开缺为目标去努力 配合防疫 金融市111学年度公立国中小级幼儿园教师珍视 彩线上报名 报名时间从6月6号到6月9号 彼氏部分将在7月6号登场 7月16号进行国中教师复视 7月17号则进行国小级幼儿园教师珍视复视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 按赞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这样 tą 这道家新闻堂上 我们马上 feeling 下在地新宵将农村 崩溜 第四個 色色色色色 怎麼這樣 有追劇 有視訊 網速只能這樣囉 不能這樣 那就快換中家寬評吧